這個普文品就是說 你已經開始起誠誠心了 然後現在馬上轉念 轉到觀音菩薩大慈悲大智慧這個念頭 那麼既然解脫羅刹鬼國之案 羅刹鬼國是果報 因為你都獻羅刹相 照羅刹院 你獻羅刹心你起羅刹心 羅刹就是什麼 憤怒的心 要害人的心 欲想會想害想 生氣的心 想有受就有想 生氣的心 然後要害人的心 然後這個叫做羅刹 那你有羅刹想 你就照羅刹開始罵人 你有什麼了不起 你也不夠就是比我多進來一點點而已 你怎樣怎樣 這個我也常常看 在生團裡面也常看到 你應該我憑你早出家 你要聽我的話 他就不滿了 你找出家你不過找我多久而已 那你憑什麼讓我聽你的話 怎樣怎樣怎樣 你自己都做不好開始講 那我哪裡做不好就開始講了 那再怎麼樣 再怎麼樣你也要有倫理啊 就講講講講講講 講到大家互相生氣 互相傷害 然後就 這個就是羅刹 起羅刹心 然後你傷害我也傷害你 那你自己也不是怎樣 就開始講講講 數落那個人的缺點 使用那個人的缺點 使用那個人造作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越講彼此難堪 彼此難堪 彼此難受 彼此難過 反正就這樣嘛 然後就開始造羅刹夜 那麼形成了之後 未來還有二元 然後就起羅刹的果報 就這樣嘛 所以若人欲入大海求取取寶 前面講的超度 普門秉記就是這樣嘛 然後這個時候你能夠轉念 觀音菩薩 我不是觀音法門的嗎 我不是觀音菩薩學的嗎 觀音菩薩其實是千處祈求千處夜 而不是千處煩惱千處夜 有煩惱我就煩惱 不是這樣的 所以應該怎麼樣 他現在起煩惱了 那我不跟他煩惱相應 我要幫助他 消除他的煩惱 我要憐憫他 我自己不要跟他煩惱相應 那麼我要學習觀音菩薩 悲悯 悲悯心 悲就是拔苦嘛 那你現在 你要拔自己的苦 也要拔別人的苦 那你不是 你現在拔不了自己的苦 那又要讓別人也跟你一樣受苦 你讓我受苦 我就讓你受苦 你禁我三分 我就禁你七分 那你輕視我五分 我就輕視你十分 反正就這樣嘛 互相傷害啊 誰怕誰 反正就是這樣 那麼這樣的話 你就 所以這個時候就轉唸嘛 要轉唸 強力的轉唸 不能離境就離心啊 那又不能離心就控制啊 克制啊 強忍要先開始這樣 或是強烈的轉唸 舍底善惡 念觀音菩薩的名號 或是思維觀音菩薩的道理 那 那 也可以啊 觀音菩薩啊 你沒辦法了 那祈求觀音菩薩 那麼 加持 這個是真的沒辦法了 反正一個心意嘛 一個心 一個心有一個著落就好了 然後讓我不起承認心 那就變成這樣啦 不然怎麼辦 那 這個就是一個訓練 那 漸漸漸漸漸你自己就是觀音菩薩 你要修到 一開始 有一個比我厲害的觀音菩薩 那 我什麼事都靠他 但是慢慢你就要知道 沒有觀音菩薩 不是說沒有真的觀音菩薩 而是說 真正的觀音菩薩就是你內心 你內心 跟觀音菩薩學習 這個是你真正的觀音菩薩 那麼真正加持你的 是你有跟觀音菩薩一樣的智慧跟慈悲 當這個智慧慈悲升起來的時候 那麼他就產生力量 這個是真正的觀音菩薩 那你了解了 所以叫做觀世音嘛 那麼你了解了 那你就能觀自在嘛 基本上是這樣